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4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這個敏感日子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除了跟大家繼續揭露 中國共產黨繼續對美軍 解放軍的軍艦 繼續對準著 美軍進行挑釁 我們也要跟大家來個 沙盆推演 當作幻想故事也好 就是跟大家去想像一下 到底在甚麼狀態之下 有機會推倒習近平政權 我們不妨一起大膽想像 不過我們也要討論了解放軍的軍艦向美軍進擊 然後再詳細討論相關問題 好 我們這節直接說之前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是兩個後備頻道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繼續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最近留意到就是原來我們 網台 可能有聽眾 其實除了我們周圍也是這樣 幫我們熱心寫了這個 維基百科 唯一有一點 就是缺乏了英文版本 看看有沒有人有空 做出英文版本 有甚麼用途呢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 不過如果維基有介紹 我們有時可能跟外面的 組織 國家 或者是各方面的部門溝通 其實就容易一點 直接塞個維基給他看 就最方便 真的不是開玩笑 卡片也節省了 看看有空有人弄弄他 中文版有齊了 其實也是做回英文版 可能接下來也會新增 光復香港學院 RHKTF RHKTF 我本人很樂意成為這個學院 公開的領頭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是John Connor 我也很樂意 在未來 如果真的有事發生 我們也很樂意 帶領 願意加入的人 我們一起 加入英軍部隊 還有美軍部隊 共同行動 比較理想的做法 就是你獨立於他 就好像烏克蘭部隊 又或者是俄羅斯自由軍 現在說 我們鼓勵大家加入英軍 你就是加入了他的體制 你加入了他的體制 當然有很多好處 首先那個是一份工 你有良出 你接受的是最頂級的訓練 但是說不好處 就是你 你必須要按著 他的國家政策 還有國防部 需要行動 烏克蘭也告訴你 雖然美軍 英軍 會派大量的人訓練烏克蘭的部隊 但是由於外於國家立場 不能夠用英軍或美軍的行動 名義去進行攻擊 只能夠 用烏克蘭的名義 俄羅斯自由軍 不用說了 俄羅斯自由軍 跟烏克蘭的反攻 是100%協調的 即是甚麼意思 俄羅斯自由軍 並不從屬於 烏克蘭 但是大家 關係異常緊密 在國家的立場上 烏克蘭從來沒有正式對莫斯科進行攻擊 這個就是論述了 就這麼簡單 在有一天 我認為應該要有香港自由軍 而且我也覺得中國大陸應該要有中國自由軍 當所有因素加在一起的時候 情況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回來研究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拿著 軍艦 直接 想撞向美國 撥克級 飛彈驅逐艦 這隻叫做中雲號 DDG-93 當時的中雲號 在同加拿大 哈里發 哈里發 的巡洋艦 還有FFH-336 三隻艦 在洗經台灣海峽 途經 看到 中國軍艦 中國軍艦 就是對美軍 繼續進一步進行挑釁的行為 你也信不信中國大陸解放軍 會擅自去挑戰美軍呢 現在口口肯定 中國大陸 對美軍的敵意 很明顯是正在培養和累積 預備隨時要動手 中國大陸 肯定是已經制定了政策 是預備有朝一日 一定要跟美軍 來過 一場大戰 和欲搏 當然 人家會不會跟你欲搏 能不能讓你埋身 這是後話 解放軍裏面 肯定 是已經 來慢著一種要跟美國開戰的氣氛 所以就發生了這件事 嘗試用解放軍軍艦撞向美軍軍艦 結果這隻美軍軍艦中雲號DDG-93需要緊急 減速和轉向 否則 雙方軍艦會發生碰撞 雙方好像看電影一樣 大家透過 無線電系統警告對方 叫他不要進入 這個航線範圍 但是解放軍軍艦 完全不聽 甚至乎是用無線電系統 警告美國和加拿大的軍艦 警告他們現在說他們在進入中國領海 現在台灣 海峽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軍方繼續宣稱是中國大陸的領海 這個在軍事上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中國大陸現在是 不再嘗試為這些事情 降溫 中國大使 崔天凱也出來說 叫美國拜託你給點誠意 不要隨隨便便 走去接近我們中國大陸的軍事部署 他們的說法是叫美國不要出來挑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是不是想開戰呢 我想中國大陸想開戰 這件事已經是全世界人所共知的事情 但是到底 什麼時候 會忍不住對台灣進行攻擊 時間 難以預測 不過如果積極調動的時候 美國的情報 英國的情報 還有衛星 將會徹底記錄了 以及發現到他們的行動 中國大陸甚至乎是調動軍車的時候 連內地的網民 都可以發熱 中國大陸 我繼續認為他是在不斷嘗試 繼續被戰 這個叫做封城防疫 就是想嘗試 封城的動員 戰爭的動員狀態 要將所有人 困住 而是不是繼續聽聽話話 習近平在外交上 亦都絲毫 沒有任何退讓 的做法 明確地做出來 亦都沒有嘗試 大大力恢復跟美國的對話 所以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包括他對歐盟的理事長 亦都是大大聲說 任何人想制止 中國大陸 和台灣之間的問題 是癡心妄想 中國大陸 做這件事 是難以制止 我上一節也跟大家說了 不要在那裡偽善 如果中國大陸要死一億人 世界 最少要死幾千萬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要死一億人的話 外面 可能一點也不少 數量 我真真正正認為要做的 是應該盡快 當習近平開戰的時候 對習近平進行斬首打擊 這件事絕對也不只是我想 我絕對相信美軍 美國的情報 美國的部署 會將這件事考慮在內 尤其是當 戰線 漫延的時候 如果中國大陸 是要對美國 進行攻擊 甚至乎對美國本土進行攻擊的話 這件事就變得越來越有可能 另一個情況 不對習近平進行這個 獵頭行動 如果好像普京打俄烏戰爭一樣 一樣 普京要面對的是國內的暗殺 以及反對派 甚至乎是現在的自由軍 所以根據我們的推演 假如中國大陸開戰 中國大陸的真正軍事實力 展現給全世界看 就是不堪一擊 然後中國大陸 再不斷動員 推大量的平民 去前線送死 戰鬥力越來越低 戰線膠著 然後跟俄烏戰爭情況相似 這個時候 各地的力量是反抗 還有 不同的地方 舉起旗刺 預備要反抗 就會振奮內地的人心 夠膽公開跟他對抗 這個 很可能 就是會直接使得習近平政權被瓦解 這件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尤其是如果大陸是選擇開戰 習近平倒台之後會不會代表中共立即倒台呢 有可能絕對 是兩件事 不是同一時間出現 絕對有機會 是共產黨 是會繼續有人出來執政 如果反抗力量 是不夠大的話 所以大家 不要看小情況 由於牽涉的變數甚多 所以有時做沙盤推演也不是那麼容易 跟足企也差不多 因為 隨著局勢的變化 其路的變化 後面的結局可以有很多種不相同的狀況 即是你不可能窮盡每一種可能性 這個是大致上 往後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今天的節目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對